段审核结果还没出炉 下一个阶段就是罢免投票 上次左营的这间庙宇 曾经在107年的九合鱼选举当中 成为了其中一个投开票所 而这一次罢韩的投票预估 也要比较办理 全高通38个行政区要设置1823个 时间回到107年高崇市长选战 平时是地方信仰中心 11月24号投票日当天选民大牌长龙 传出高崇市选委会有意比较办理 投开票所设置数量超过1800个 高崇市选委会证实高市府一口气 提预算垫付超过新台币 1亿元送议会审查 对照今年1月份 兼任高崇市选委会主委的副市长 陈雄文曾这么说 你说还要运选票 还有一些其他的运输费用 大概算起来就八千多万吧 罢免投票经费从年初预估千万元冲到 要送上议员垫付案 依照程序得送议会审查 保护即将被罢免掉的韩国瑜 现在呈现的状况几乎都是全党救应人 2019年9月蓝营议员不满 绿营送上辞职书给要选总统的高崇市长韩国瑜 双方拉扯推及闹得不可开交 罢免投票经费垫付案 有可能轻轻通过吗 还有问号 立委直接给建议 如果真的要省这笔钱 我们建议韩国瑜市长应该思考 如果二阶段通过了这样的一个 连署的票数的话 应该自行辞职 绿营直一办理罢免投票金额 编出上议预算提垫付案 送议会消息提前曝光 不排除反制罢函再出招 不同立场又是角力战 三立学院田区达翁玉文高丛报导 前选面